心与膝相通满 我们的膝盖有问题 那我们的心就容易受到影响 而我们的心如果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的膝盖也容易受到影响 所以暖膝贴 我建议你 不光是膝盖有问题的时候用 你平时用它来保养膝盖 也是在保养我们的心脏 所以如果你觉得 比如说心气比较弱 或者是这方面 比较劳心劳力的人 都可以用到它 冷戏天我是真的很建议 在这个集结要用起来了 因为经过一个夏天 我观察到很多人膝盖都不好了 就是因为夏天 我们会吹到很多的空调 就算你不是在空调房间待很久的人 也会难免 比如你出去坐车 或者是在一些公共场合 它总归有空调的 那膝盖就会受凉 还有就在夏天我们觉得很热 也容易穿短裤短裙 也会膝盖受凉 所以的话呢 如果你平时就觉得膝盖不是很好的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来加强的 来用起来了 我们这个时候用暖西贴 不光是来给我们的膝盖调理 调理它的老笋 寒湿 关节的痛 也包括它是可以 对我们的心脏有一个养生的作用 这个暖西贴里面呢 用了九味中药 其中呢就是有红花 红花大家都知道 它是非常好的活血化瘀的 还有就是墨药 然后还有骨碎补 骨碎补的话呢 这个大家可能不是很熟悉 但是你顾名思义也能想到 它对于就是骨头的损伤都会用到它 关节的问题都会用到它 是非常的好 这个暖西贴里面用料呢 它跟我们的那个保健护膝用料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暖西贴它会发热 它是用于一个你平时有情况的一个急救的处理 而这个护膝呢 就是我们平时的一个保健 一个养护 以及对我们膝盖的一个承托 一个作用 所以呢 这两者 我用了不同的配方 你配合起来用 效果是最好的 这样子对我们膝盖的保护呢 就是全方位的 因为以前我是用爱旧贴来贴膝盖 但是就很不方便 爱旧贴贴在膝盖上 膝盖是鼓起来的嘛 它就会容易脱落 或者是不能够包住 所以我们后来就用了这种暖西贴 它刚刚好 可以绑在这个膝盖上 你看 对吧 它这样绑住 就很方便 然后就妥妥贴贴的把膝盖绑在上面 然后你看它 它是有四个药包 这样子刚好把膝盖的上下左右都包住了 而且绑起来以后 你在家里走来走去都没有问题 你在办公室也可以 有些办公室 那个空调吹的人的脚都好凉 你就包一个这个暖西贴来 保护住你的脚 是非常非常有用的 好 好